香港是中國國家的一部分 人大是整個國家最高的立法機關 的確是有權去為香港 在一個合適的框架裡面 訂立一些制度 包括選舉制度 人大通過完善本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遇90名本港法律界人士聯署支持 有份聯署的律師優換法指 人大的決定合法合憲 至於有評論質疑日後批評 內地會變成不可逾越的紅線 優換法這樣看 對一般人而言 或者甚至對立法會議員 這個工作 其實到底是什麼原因 或者是什麼情況之下 他需要去講一些 所謂會踩到紅線的言論 譬如你在立法會議員 他的工作範疇 他有多少事情是需要 批評到內地的行政機關 或者內地的政治制度呢 立法會議員很多時的工作 他們都是主要集中在 香港的事務 香港的施政 我看不到是有很多情況 或者有很多範疇 項目事務 是會涉及到這些 那麼敏感的意見 而你需要表達的 優換法認為 落實愛國者治港 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香港可以享受到很多好處 最主要是解決了行政和立法 長久以來 他們的關係 國安選舉的關係 可以加強工作的效率 不論是長遠的發展 或是短期今年之內 是要集中在經濟的發展 都會有幫助 至於未來的經濟發展重點 優換法認為應該放硬大灣區 因為九個大灣區城市內 香港獨向一個優勢 在這次決定裏面 並沒有影響到香港使用普通法 法制這個特殊地位 在之前國家已經容許了一部份的香港律師 他們可以去申請參加大灣區律師的考試 完成了考試和合格的香港律師 是可以回到大灣區裏面做執業律師 意思是香港的律師 可以走入大灣區裏面工作 由回歸到現在 香港的普通法制和內地的法制 都一直是融合著的 因為在過去 未有大灣區政策這個概念 所以可以說在某一定程度上 香港的發展都局限在自己的區域 而內地的發展 未必每一個範疇都涉及到香港 在長遠來說 如果問我香港法制的特殊性 會否受到削弱或影響 至少在香港這個地區 我也看不到 他們會改變普通法制這個基本架構 我會任何極端以來 未來的經典